今年的iPhone 16 Pro Max 是史上屏幕尺寸最大的iPhone 来到了6.9英寸 就连Pro也顺带升级到了6.3英寸 这个甜点尺寸 那除了变大之外 更新和升级是否一样明显呢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硕硕 在iPhone还没有正式开买之前 我们又一次抢先拿到新机 给大家深度体验一番 怎么说呢 今年有失望有惊喜 点个赞 跟我一起看看今年的新iPhone旗舰 到底值不值得冲一波 按照惯例 苹果每年都会搞一个足够辨识度的新配色出来 以便让别人一眼能看出你换了新iPhone 今年的沙漠色泰金属 我觉得此处应有涨上 在去年的蓝色滑铁炉之后 我都开始质疑苹果 是不是没法做好泰的颜色 结果今年这个新配色 不论是背板和边框的统一性 还是颜色的调配 都让加州游戏厂的金招牌被擦更亮了 整个颜色靠近iPhone XS的金色 光线下会反射淡粉色的光泽 配合浅金的金色 观感非常高级 配得上iPhone Pro系列一贯营造的Pro质感 今年的Pro四色 黑色 白色 原色 沙漠色 你更喜欢哪个呢 大家可以弹幕互动一步 我个人首推沙漠色 Pro和Pro Max屏幕尺寸都变大的同时 屏幕黑边进一步缩小 保持四边等宽的同时 现在黑边已经细到可以视觉忽略了 屏幕看起来沉寂性非常好 要是可以这样 那就更完美了 今年的屏幕亮度最低来到了1nit 在夜晚关灯玩手机也不会晃眼了 不过还是低频调光 户外凭借最高2000nit的峰值亮度 让iPhone屏幕在阳光下的可视性 通透度依旧是旗舰第一梯队 转到背面 Pro版的相机模组设计没有变化 即便超广角新升级了4800nm像素 但模组也没有积蓄变态 同时由于机身整体尺寸变化 现在相机deco的耳角 跟机身耳角终于协调了 舒适感倍增 边框依旧是钛合金材质 但是今年的钛浓度有所下降 因为iPhone16 Pro系列最大的更新之一 相机控制按钮 以蓝宝石材负盖 镶嵌在边框之上 周围还套了一圈不锈钢试边 精致严丝合放 苹果又小秀了一把制作工艺水平 同时这代iPhone16 Pro系列整体做工 给人的感受也是精致扎实 没有任何一处歌手 不同材质间的过度融合浑然天成 那我们现在就按下这颗相机控制按钮 从锁屏界面直接进入相机界面 这个相机控制按钮有两段设计 第一段轻按靠触控震感提供 按一下即可调出快捷调餐菜单 在调餐的过程中 界面其他元素都会隐藏 给到一个纯净的取景器 让创作者专注于创作 轻按两下可以切换功能 你可以调整景深曝光等等 设定之后再轻按一下确认 不论是调餐还是切换功能 都是通过滑动这个按钮进行 但由于按钮整体设计比较靠上 手小的用户使用Pro Max这种大机器的时候 就很难进行滑动操作 同时现在这个按钮一方面考虑防无处 所以有时候感觉轻按交互不是很灵敏 但有时候在拍照过程中又会有误触操作 尤其是在竖拍的时候 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定学习成本 当你的参数确认好之后 是需要真的把这颗按键按下去 没错这不是一颗假按键 第二段是真实的物理反馈 这时候就会拍摄一张照片 或者开始拍摄视频 这个按键是否真的会对创作有帮助 相比直接的出屏交互 它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更长时间的使用来下定论 这不是一种你马上就会爱上的新交互 但现在确实有一种更快的方式 让你从兜里拿出iPhone 直接打开相机抓拍瞬间了 而且今年的苹果非常良心 首发就把API开放给了第三方开发者 比如像Protek这种在行业里广受欢迎的 第三方视频拍摄软件 也已经适配了相机控制按钮 轻按可以缩放或者调节曝光 在调餐过程中 界面的多余元素也会隐去给到纯净的取景框 体验与原生无异 苹果对于开发者的号召力 和开发者的适配意愿 还是非常令安卓阵营羡慕的 既然按下了快门 就来看看今年iPhone16 Pro系列的影像能力 这里我们对比一下去年的iPhone15 Pro系列 首先通过这组复杂光线样张可以看出 iPhone16 Pro系列的过度锐化情况有所缓解 对于阳光颜色楼梯颜色的还原更加准确 从这组样张来看 解析力也有一点提升但不明显 而颜色还原更加准确 以及过度锐化的好转还是比较明显的改善 但对于主摄日间大多数拍摄环境来讲 并没有一眼提升 如果是拍完直接分享社交媒体来讲 我们认为iPhone16 Pro拍摄的照片和iPhone15 Pro之间 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提升 这次新升级的4800万像素超广角 并不支持像主摄一样输出一张2400万像素的照片 所以在默认模式下依旧会拍摄一张1200万像素的照片 解析力水准与上代相同 但当我们选择绕格式拍摄之后 就可以输出4800万像素直出 放在街边店铺的细节可以看出 相比默认模式解析力有着成倍的增长 照片观感也干净不少 这是iPhone15 Pro系列不具备的能力 今年的iPhone16 Pro也换上了 Pro Max同等规格的5倍长焦 在同一场景对比下发现 与iPhone15 Pro Max的解析力相当 但照片由于锐化减少 所以观感好了不少 使用5倍长焦拍摄人像 可以发现iPhone16 Pro Max的人像肤色更加准确 之前皮肤发黄的问题有所缓解 而且观察手部的细节 随着处理器ISP性能的提升 虚化抠像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同时在拍摄人像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锐化问题的缓解 也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平滑 整体观感稍好 利好人像植出 在今年的iPhone16 Pro系列上 还支持全新的影像风格 相比之前可选丰富不少 分为底色和心情两大种类 并且屏幕下方还有一个触控调色版 可以基于风格本身做自己的参数调整 自定义灵活程度拉满 凭借新iPhone的算力 所有修改都可以以零延迟在取景框预览 适合拍照喜欢加滤镜的小伙伴 同时今年还新增了拍摄空间照片的能力 为VisionOS适配更多场景 并且这一功能也没有下放给iPhone15 Pro系列 在夜间iPhone16 Pro系列还有一些明显的提升 以这组样张为例 对于高光灯牌的意志和颜色还原都更加准确 成片的宽容度相比上代更好 观感更好 这组照片能看出对于高光的控制更加准确 以及曝光的层次更好 夜景照片也不再一味追求傻亮 该按的地方也能按下去了 这组照片左上角的招牌 可以看出iPhone16 Pro Max没有蕴染开的炫光 这个应该是镜头光学素质提升带来的变化 也就是新加入的抗旋光度膜 当我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对鬼影say goodbye的时候 我们找了一个典型场景仪式 结果鬼影又对我say hello 而且还是iPhone15 Pro系列的孪生鬼影 不过这张照片鬼影下面的人群可以看出 iPhone16 Pro Max不论解析力还是宽容度 都比上代来的更加优秀 在视频拍摄上的iPhone16 Pro系列支持原生4K120帧录制 原生120帧的画面会更加流畅 但最重要的是给出了很大的后期空间 现在在相册APP里就能以60帧 30帧24帧的速率进行播放 给出升格效果 让你拍摄的素材通过不丢失细节的画面快慢变化 表达不一样的内容 除此之外 今年在视频录制中新增加了混音功能 比如在这段非常嘈杂的环境中 混音提供三种模式都能降低生长 并合成不同风格 这次iPhone发布会哪个环节让你最激动 取景框内是调整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声音占比 当调整到百分之百之后 就完全听不到拍摄者的声音了 适合拍摄采访的内容 录音室就会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人声 有种我们两个都带了麦的感觉 非常适合拍摄Vlog 这次iPhone发布会哪个环节让你最激动 我觉得今年4K120的多帧绿摄影画质还是相当不错 电影效果则是把所有人声都处理到屏幕上 类似于电影声音的处理 这次iPhone发布会哪个环节让你最激动 我觉得今年4K120的多帧绿摄影画质还是相当不错 iPhone 16 Pro系列的影像拍照还是保持上代的整体水准 夜景做精进 总体来讲确实有些放水 但视频拍摄在专业需求层面还是向前一步 可能苹果深知自己在手机视频拍摄领域的优势 当今不少自媒体创作者都是直接使用iPhone拍摄 所以在视频层面给到了方便创作的新功能 也把自己的算法能力再秀一版 把自己的影像差异性也再强化了一些 这次苹果也为iPhone 16 Pro系列带来了A18 Pro芯片 采用第二代三纳米支持 拥有两个性能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 以及快两倍的硬件级光追性能 当然为了iPhone Intelligence 这颗芯片最显著的升级点 还是16核神经网络引擎和更大的内存带宽 实际使用Geekbench 6测试 单核相比A18提高了5% 相比上代A17 Pro提升了17% 多核则相比A18高出7% 相比上代A17 Pro提升21% 整体与A18CPU性能差异不大 但相较A17 Pro提升明显 GPU方面Aztec Ruins测试 A18 Pro跑出了69.3帧的成见 相比A18提升16% 比A17 Pro提升15% 综合来看A18的性能相当于去年的A17 Pro 而A18 Pro则更进一步 我们也实际到皇家评测原神3.0测试模型中进行测试 并且发现了一些外星科技 两款机型帧率都拉一条直线 平均帧率59.4帧率波动0.4 非常恐怖的是 iPhone 16 Pro平均功耗仅为3.38瓦 16 Pro Max为3.9瓦 相比上代A17 Pro直接降低1瓦功耗左右 帧率和波动表现也更好 iPhone 16 Pro和16 Pro Max在半小时游戏过后 机身正面最高温度35度左右 背面最高温度37度左右 正面Pro相比去年直接下降10度 背面则是下降12度 游戏过程中有感的发热也非常小 看来A18 Pro这个芯片在能效上确实值得期待 新iPhone Pro系列的散热设计也确实有提升 而在充电方面 iPhone 16 Pro和16 Pro Max表现都可以激活45WPB 但不要高兴太早 实际功率还是在27W左右 总充电时长没有变化 反而比上代Pro系列还更长了 说明一下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已经关闭了充电优化功能 通过功率数据来看 主要原因是这代iPhone使用了新的充电策略 在前80% iPhone是大电压放 使得充前80%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 甚至充到50%还不到官网宣称的半小时 但是80%一过 iPhone就切换成了低电压的方案 总功率也降到10W不到 相比之前有了更长的慢充时间 在这样的方案下 快充不能确实更快了 但不要寄希望于充满了 建议大家着急的话 可以充到80%先用着 整体80%之后的放缓 可能是更有利于电池健康的 但我还是建议苹果可以给到选择 比如关闭充电音话之后 全程给到更高功率 而且强烈呼吁可以跑满45WPB 毕竟在如今也不是什么非常高的瓦数了 这次iPhone发布会上 最吸引我的一句话 就是iPhone 16 Pro Max 是史上续航最长的iPhone 对于皇家评测的看家测试 续航测到死来讲 我也是非常感兴趣 它到底能跑到第几 不过由于首发体验要分享的太多 大家点个关注 我们下周更新iPhone 16和16 Pro 全系列的续航测到死 看看A18和A18 Pro系列 到底有没有什么外星科技 其实今天的提案 还应该有一部分是专门来聊一下 Apple Intelligence 毕竟在美国官网页面上 iPhone 16的AI 直接被提到了最高位置 这颗全新的拍照按钮 也会在年底被赋予AI环境感知的能力 不过大家也懂得 由于合规问题 目前国行iPhone 16 Pro系列还是无缘AI 况且现在全球范围内还不支持中文 这也让新iPhone可能成为今年少有的 你能买到的 不支持大模型AI的旗舰手机 不过我相信 苹果在发布会上说 明年支持中文的时候 也会有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应服务 根据一些消息来看 苹果也在为此努力着 那缺少了本该打头阵的AI之后 我觉得对于国内用户来讲 这代iPhone 16 Pro系列的惊喜 就是A18 Pro系列 更好的性能和发热控制 都让它有希望成为 继A15仿生之后下一颗神优 其次我觉得对于视频创作者的功能再跟进 也让iPhone Pro在专业领域 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只不过拍照的迭代幅度 在当今实在有些太小了 iPhone拍照一些一直以来的问题 苹果也选择继续视而不见 这也是我视频一开始说的 让我感到失望的地方 不过对于正常换机周期的 iPhone 12 Pro 13 Pro用户来讲 换上16 Pro之后 拍照还是会有一眼可见的变化 OK 以上就是本期 iPhone 16 Pro系列 首发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欢迎点赞 评论 支持一波 我是硕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